大家好 我是煌靈 今天的影片是台版8月份抽卡外試上級 是給鑽石不夠 我全都要的玩家做取捨用的 所以只會介紹用鑽石抽的角色 活動角色不會介紹 這個系列每個月都會更新 然後影片裡會提到角色在戰隊戰有多少上場機會 上場機會的定義是在四階段BOSS 有出現在物理或魔法 手動或半自動或全自動 任意移對 傷害最高的隊伍裡就算是有上場機會 然後角色見不見意抽的評價 從上個月開始調整成五個等級 從高到低分別是人權必抽 鑽夠必抽 鑽夠建議抽 鑽很多可以抽來玩 有愛再抽 然後大概說一下戰隊戰標準 如果是很強 強到戰隊戰常常會被租的就是人權必抽 常常會出現在最高傷害隊伍中的則是鑽夠必抽 然後只要確定至少有一隻王出現在傷害最高的隊伍裡 就會是鑽夠建議抽 再來 雖然從來沒有在傷害最高的隊伍中登場過 不過只要有可能 也許Maybe會出現在傷害最高隊伍中的 需要預防性羈押的就是鑽很多可以抽來玩 好啦 該說的都說完了 接著就開始介紹了 台版遊俠可蘿結束之後是怪盜部位複刻池 限定角色終會妨礙兼輸出 這次有專武 怪盜部位有專武之後1技戳人超痛 可是 要等到第二動才是1技 而且1技只戳一個人 現在競技場節奏太快 第二動才威脅一個角色 實在不行 在競技場沒什麼人用 怪盜部位對所有玩家都有愛再抽 怪盜部位結束之後是可愛小白虎遊俠可蘿 常駐角色會破防兼單體輸出 台版預計8月中時裝 破防跟輸出綜合能力不算強 從來沒有在物理隊傷害最高的隊伍中登場 除非C位幫小坎做個超級做球王把前中尾針對到爆 不然上場機會很低 最慘的是都出新衣服了 還是沒六星 小坎又夠慘 遊俠坎對所有玩家都有愛再抽 小坎結束之後是第三部新角色莉莉 常駐角色終於破防兼單體輸出 台版預計8月底時裝 莉莉的UB可以召喚兩個分身一起破防兼輸出 三個莉莉加起來破防跟輸出能力也很普通 莉莉的特色是本體跟分身都會施放飛行 效果是飛起來之後就不會被範圍攻擊打中 可以免疫造成範圍傷害後會附加的異常狀態跟控場 像是六星老師的UB造成傷害後會魅惑 莉莉不會被範圍傷害打到 就不會被魅惑 莉莉在戰隊戰從來沒有在傷害最高的隊伍中登場 最亮眼的一次表現是日版五月二王術踏 莉莉在手動刀跟半自動刀的差距跟用客種非常接近 就只差一點了 可是還是出客種 在戰隊戰不算是重要角色 在競技場方面 我在競技場有遇到不少人拿來防守 莉莉在競技場的優點是 一般競技場都是範圍角色滿天飛 而莉莉不會被範圍角色打到就不怕範圍角色 缺點是前面說過莉莉是單體破防兼輸出 而且綜合能力撲戶 打人癢癢的 她就算活著也沒什麼威脅性 不管她就好 在競技場有用 不過不算是特別重要的角色 結論 戰隊戰玩家跟競技場玩家都是賺很多 可以抽來玩 賺不夠就pass 莉莉結束咒是 孽亞 限定角色 中衛妨礙兼放於輸出 台門預計8月底時裝 特色是UB之後會嘲諷加無敵3秒 並且對敵方全體造成傷害 缺點是 孽亞的戰衛太後面 如果搭配前衛一起使用 那她即使嘲諷 對面也不一定打得到她 打不到她的就還是會打原本的目標 加上孽亞體質不算特別硬 在競技場不夠難纏 另外一個用途是她開場會讓對面所有角色TP上升降低30 可以讓一些TP上升不夠高的角色 被泳裝咲戀跟酒鬼補TP之後沒辦法移動後UB 偶爾會有奇效 孽亞在競技場不算很常見的角色 用的玩家很少 競技場玩家賺很多可以抽來玩 戰隊戰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 又愛再抽 孽亞 結束咒式摩吉塔 限定角色 終於魔法破防輔助兼單體輸出 台版預計9月初時裝 是個戰隊戰向的角色 會破防 會幫隊友補TP 加攻擊力還有扁人 是個很棒的戰隊戰魔法隊角色 目前打過三期戰隊戰 有上場機會的BOSS多達7隻 唯一問題是跟泳裝四字花 特性似乎沒有很大 上場機會有被泳裝四字花影響到一點 後續還能不能維持這個上場率 還要再觀察一下 另外在一些推圖或是活動的通關作業也蠻常看到的 沒有的話有時候抄作業也會被制裁 再來定評價 戰隊戰玩家賺夠必抽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賺夠建議抽 魔法基塔結束咒式萬聖制復刻池 這次沒專武 限定角色全會輔助兼單體輸出 台版預計九月中時裝 萬聖制的特色是可以幫物攻最高的角色加很高的攻擊力 然後本身有一點輸出 缺點是沒有破防能力 在需要破防量的情況下很難擠到隊伍裡去 萬聖制是個很奇妙的角色 不算弱 在ES5跟ES6都有蠻不錯的表現 可是戰隊戰就是沒有上場機會 復刻後從來沒有在傷害最高的隊伍中登場 跟現有角色比較搭配不起來 戰隊戰玩家賺很多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 又愛再抽 萬聖次結束咒式 必然幻想合作角色 可愛屬神 必卡拉 限定角色全會輔助 補時間單體輸出 台版預計九月中時裝 打人很癢 增益能力不算特別強 綜合能力撲撲 戰隊戰上場機會很少 目前打過三期戰隊戰 唯一一次出現在傷害最高的物理隊是上月四王 而且那隻王有點做球 特性很適合叔叔 戰隊戰玩家賺夠不建議抽 至少有一隻王會用到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 又愛再抽 想要看叔叔咬的玩家 則是必抽 叔叔結束咒式 公主靈復刻 這次有專武 公主技角色 範圍物理輸出 台版預計九月底時裝 這次除了公主靈以外 也可以補一些其他的公主技角色 公主靈的特色是對面目標越多 傷害越高 第二次專武主要是增加了戰隊戰表現 公主靈UB傷害幾乎沒增加 增加的是公主靈的TP上升 還有一技會自補TP 讓公主靈在一場戰鬥中可以多放幾次UB 所以在一發UB定勝負的競技場強度沒什麼變化 公主靈目前打過三期戰隊戰 只有在四目標王雙子豬有很亮眼的表現 然後就涼涼了 殘 後面的多目標王就沒他的事情了 目前看起來有點光速過氣 戰隊戰玩家 賺夠建議一抽 不夠就pass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登的玩家 賺很多可以抽來玩 公主靈結束咒式兔克 限定角色前衛物理範圍輸出 台版預計九月底時裝 特色是開場只要沒有被魔法控場 就會有長達12秒的物理無敵 加上打人有點痛 在競技場可以痛扁其他物理輸出 缺點是體質軟趴趴 被拉隊初音一摸就倒 然後打烏龜防守隊火力不太夠 很容易就會打不死 在競技場有用 不過不算是特別重要的角色 在戰隊戰則是有一次出現在短時間傷害最高的補償刀裡 蠻特別的 競技場玩家跟戰隊戰玩家賺很多可以抽來玩 不夠就pass 還沒滿等的新手 想打競技場可以抽 接著是今天最後一位角色 祭福伊莉亞 限定角色終於輔助補師兼單體輸出 台版預計十月初時裝 可以幫fire內角色加速 增加魔攻魔爆 然後本身還有不錯的單體輸出能力 是個蠻不錯的戰隊戰角色 在日版六月登場 目前打過兩期戰隊戰 然後因為練習場可以打上個月的BOSS 祭福伊莉亞打五月一王跟三王都有相當亮的表現 刷新了上個月的傷害紀錄 台版到時候祭福伊莉亞是打得到五月戰隊戰BOSS的 從五月看到七月的話 伊莉亞有上場機會的BOSS一共五隻 以登場兩月的角色來說算蠻多的 考慮到加速輔助在戰隊戰是很稀有的存在 沒有的話很難找別的角色替代 祭福伊莉亞戰隊戰玩家賺夠必抽 競技場玩家跟還沒滿等的新手 在推圖活動露娜塔的操作業可能會用到賺夠建議要抽 OK 以上就是上集所有角色了 剩下的角色下集再介紹 喜歡我的影片可以點喜歡 訂閱並分享 然後要開啟訂閱旁邊的小鈴鐺 才能第一時間收到本頻道的通知哦 感謝各位的收看 我們下次見 GOODBYE